大家好我是陈岳 最近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时常会关注啊 中美科技战呀这些相关的话题 同时呢我们会以中国人的立场 还有呢观点来解读像华为啊 还有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困境啊 包括未来的可能的崛起的路径啊等等 那么其实在我们努力奋斗科技自强的时刻呢 我们也要看到整个外部世界的这个科技巨头们呢 实际上也没有闲着啊 那么整个半导体科技界的包括这个随时老大的地位 对吧那么就像中美两国一样 那么谁会谁会是21世纪的世界一哥的地位一样 那么作为行业龙头的台积电 其实呢也时刻面临着三星半导体的竞争 而三星半导体作为当今世界上这个唯一一个 有机会赶超台积电的韩国高科技企业 那么企图心之大呢 这个投入资源之多 其实是没有谁能够比得上 那么最近我们就看到呢 这个市场传言啊 这个三星把目光就投向了 这个三星和台积电的共同的设备供应商 他们的上游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斯梅亚这家公司 那么这家位于荷兰的全球唯一的高制程 及紫外线光刻机的供应商啊 那么是他们两方呢 就是三星和台积电打架的时候呢 都要去争取的 如果说阿斯梅亚能够站到哪一边来呢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说呢 对于这一边呢 就会产生巨大的优势 那么三星和台积电的这一场大战呢 已经可以说是就是已经在开打 也可以这么来认为 那么我们今天呢 首先来会来谈这件事情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关注一下 中国国内的手机市场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就是呢 小米公司在做资本和供应链的重大布局 目的呢就是简单直接 那就是要吃下华为 由于缺少芯片而丢失的市场份额 那么华为还有没有机会 力往狂澜收市收复失地呢 小米在苹果三星等巨头环市的战场之上 能成功的拿下华为的市场份额吗 我们等一下呢 来带给大家这个分析 我们先看三星和台积电的这一场博弈 为了赶超台积电 三星正在与阿斯美亚运量一个大动作 那么韩国三星电子正在寻求加强 与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阿斯美亚的这个技术与投资合作 我们看到根据韩国媒体 这家这个叫做Business Korea的这个媒体报道呢 就是12月1号 那么有一个消息就谈到 近期呢 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的阿斯美亚的高层呢 就参观了三星电子的半导体工厂 而且讨论了在EUV 这个光刻设备供应 以及相关的联合开发上面的合作 那么业内人士就认为三星电子 已经要求阿斯美亚提供更多的EUV的 这样的这个光刻机设备 并且针对啊 这个这个相应的这个诉求呢 讨论开发下一代啊 EUV设备 这个三星和阿斯美亚的联合开发的 这个合作的事情 那么据悉呢 三星电子需要更多的EUV光刻设备 来扩大它在全球代工市场的份额 然而作为全球唯一的EUV 光刻设备的制造商呢 阿斯美亚呢 向全球第一大代工企业台积电啊 供应的设备 要比这个像三星供应的设备呢 要多很多啊 要更多 而三星电子作为追赶台积电的 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诉求呢 它需要更多的EUV的设备啊 来扩大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占有率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 哎 三星三星电子呢 就希望与阿斯美亚呢 建立一个技术联盟 那确保那个扩大 下一代的EUV光刻设备呢 来供应给这个 那三星电子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格局 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 从华为的角度来说呢 因为现在是全球科技的一体化 或者叫做 整个供应链呢 是分散在各个国家 每个国家呢 做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哎 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来做的 有的供应链呢 会 他做5G手机 对吧 做5G的基站台等等 那么他既然 华为呢 在相关的算法呀 这个通信领域呢 非常强 哎 这是他的专业 他有很多的专利 的确很厉害 但是 华为不可能什么都干 对吧 什么都强 那不太现实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哪家公司是这样的啊 所以呢 于是华为就怎么样呢 他需要向 他的上游去 这个 这个下订单啊 让他们代工芯片 那么芯片呢 是华为自己旗下的海思半导体设计的 所以呢 就要找到 像台积电呀 或者三星呀 或者是中芯国际啊 等等这样的公司来给他生产 当然目前呢 最先进的呢 就是台积电或者是三星 三星呢 这个略次于台积电 他的这个代工水平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芯片呢 美国限制不给华为供应之后呢 那么就 这个时候我们呢 就 这是我们以前关注的故事 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故事 如果我们继续往上游走 你会发现 你台积电跟三星 三星半导体 你就是 这个设备 这个代工 芯片的代工企业 对吧 那么 可是呢 你只是在芯片的代工 你的工艺 你的这样 这样一个领域 是你的专业 你很难说 台积电或者三星半导体 在这个芯片代工领域的专 专长 和华为在5G 在通信领域的专长 去比较 这没有什么好比较 这个就分码牛不相及 没有什么 只能说在各自行业 各自领域 做的比较好 对吧 做到了行业的 数一数二的地位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两个在PK 三星跟台积电 他们两个要比 谁到底是老大 对吧 于是呢 他们怎么样呀 他们又找到 他们的上游 共同的上游 就找到了这个 光刻机的企业 但这个时候呢 这家光刻机的企业呢 其实是放眼全球 没有竞争对手 只有他一家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 无论是台积电 还是三星半导体 他们要想在制程 先进制程上面 占有更多的市场 占有率呢 他就必须要有 更多的设备 对吧 所以大家都去抢 阿斯米尔的订单 就是这样一个格局 而三星呢 他会又投入 更多的资源去说 你看我呢 出钱 这肯定没问题 对吧 其实他们很多 包括台积电 很多公司都是 阿斯米尔的股东 那只是说股份 占的可能不多 那么出钱 肯定没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我提供更多的资源 对吧 我韩国 韩国他很多 这个半导体企业的崛起 包括汽车 钢铁等等 他其实都是举国体制 就是国家的力量 来做某一个领域 把它做到最好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 一个这个形态 其实你要看 台积电的崛起过程 早年和台湾的 这个领导 就是说这个 这个政府的负责人 等等 那么这些 一起搞科学园区 一起这个投入 大量的这个资源 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你说一个小企业 来干这种事情 一个创业者 来干这种事情 非常困难 你说张周牟当年 如果没有拿到 这个台湾 他的政府的 这样一个支持的话 那么整个他也是 我认为呢 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很难做到一个 这个全球数一数二的 这样大的规模 所以回过头来讲 就是三星和台积电 虽然台积电 现在在市场上呢 是走在前面 但是谁会在下一个世代 或者说在未来 能够取得先进 取得这个更大的发展呢 其实讲白了 不在他们自己的手上 而在于 谁更有资源 去跟阿斯梅尔谈判 谁能够从阿斯梅尔那里 拿到更多的 光刻机的订单 或者说下一个时代 就是说 就是说 因为他的光刻器 也在不断的 就像手机一样 不断的这个进步 一个版本 一个版本的更新 那么在下一个 更新的版本里面 谁能够更早的介入 谁能够更早的 跟他一起联合开发 那么谁就有可能 会赢得未来的战争 在这一方面的话 台积电千万不能 觉得躺赢了 对吧 觉得自己好像 对吧 现在是老大 未来就一定是老大 不一定的 韩国人做事情 是非常狠的 非常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 投入全部的资源 一定要把这个事干成 这种 这种决心和毅力的话 也是非常强大的 能走到今天世界 数一数二的位置 其实也包括华为 包括任正非 这些企业的领导人 包括张周摩等等 那都不是等闲之辈 对吧 所以绝对呢 台积电也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今天可能 觉得好像很不错 那么这个呢 我们站在行业的角度 来看见这件事情 和地缘政治呢 是没有关系的 那同样的呢 像华为呢 该干自己的事情 对吧 那么这一场战局 台积电和三星 半导体的这一场战局 其实呢 是其他的 不要说华为了 不要说中芯国际了 就包括像英特尔 这样的公司呢 你都站在旁边 对吧 你的观战就可以了 看看 你就看看热闹就行了 基本上呢 就是三星和台积电 两个的这个PK了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呢 是我们在看中美贸易战的 中美科技战啊 很多分析呢 其实是会忽略掉了 这个国际 半导体行业的 这个巨大的变化 或者他们之间的竞争 其实在美国 包括AMD和英特尔的 这个竞争呢 其实也是产生了 一个巨大的变化 很多事情都在 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在发生很多的变化 我们传统上认知的 谁先进 谁不先进 可能过个一两年 两三年之后 忽然间回头再看的时候 已经这个 经费西比 已经完全都变了啊 那么在阿斯美亚 这个光刻机的 供应商方面呢 由于整个的 下一代的EUV设备的开发呢 的确是需要 大规模的投资 讲完了要钱 因此呢 与三星的投资合作呢 是完全有必要的 当然了 也有肯定朋友会说 钱嘛 对吧 这种事情 能拿到全球第一的 这个老大的地位的话 钱根本就不是问题 台积电也不缺钱 股票涨得那么猛 对不对 市场占有力这么高 拿到那么多订单 赚这么多钱 今年台积电的员工工资 涨20% 所以钱这种事情 根本就不是问题 对吧 只要你给我设备 只要你给我现金的技术 钱小事情 对吧 中国捧着大把的现金 买不到呀 对吧 我们说 当然了 我们是这个不妄自匪博 也不这个怎么样 不卑不亢 但是事实是这样 那么中国没办法 我现在就是汉洋造 对吧 这个穿草鞋 那我就先这样 先干呗 对不对 但是你从这个台积电 和三星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们 阿斯密尔只要说缺钱 对吧 开发下一代设备 他们一定会大把的现金 供上去 没有问题 那么阿斯密尔计划 在2023年年中的时候 推出下一代的 这个所谓的高数值孔径 EUV的设备原型 那么这个设备的价格 预计将高达 每台设备 就是30亿元人民币 这是天价的一个设备 那么是当前 EUV设备价格的 两倍到三倍 三星电子是希望呢 就是能够抢在台积电之前 来获得阿斯密尔 更多的 更先进的EUV设备 而且可以在新一代的制程上 取得更多的领先地位 当然对于三星的这个企图心呢 台积电也不是好惹的 这个必须要去客观的看待 那么就目前的市场格局而言呢 台积电要想领先 这个这个是要呢 领先于三星半导体的 那么台积电从阿斯密尔 所拿的EUV的光刻机呢 这个设备呢 也比三星多 台积电目前采购了35台的EUV设备 那么占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阿斯密尔呢 整个是过半的产能 都已经供给了台积电 2021年年底呢 采购总量将超过50台 对于主攻这个芯片的 这个代工的这个台积电来说 拥有更多的先进的光刻机设备呢 那么它的优势就会越大 当然订单也就会越多 那么之前就有消息说呢 整个台积电已经下单 这个订单呢 订购了至少13台的阿斯密尔的 所谓的叫做Pinscan 这个Nest EUV光刻机 那么将会在2021年 全年交付 这个明年台积电呢 实际需求的数量呢 可能高达16台到17台的EUV光刻机 那么相较之下 韩国三星的EUV设备采购量 目前不到20台 根据阿斯密尔的官方数据呢 2018年到这个2019年 每月的产能大概是4.5万片的晶圆 一个EUV层需要一台Tinscan的这个Nest光刻机 那个未来几年呢 全球对EUV光刻机的需求呢 只会更加的增加 从目前的需求情况来看 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台积电仍然将是这些光刻机设备的主要采购者 那么三星紧随其后 而此刻呢 这个传出三星要联手EUV来抢下一个世代的光刻机的供应呢 那么显然这个目标和诉求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希望弯道超车台积电啊 就很简单 那么我认为呢 最核心的因素呢 就是三星在制程方面一直被台积电是压着打 摁在地上摩擦 那么我们看到科技媒体的一些报道就谈到呢 台积电三纳米的芯片获得重大的突破 也将呢在明年试产 那么中国科技新闻网11月27号也有一个报道就提到呢 就是说有五纳米的供应相比 那么台积电三纳米的晶体管的密度呢 提高70% 性能提高15% 那么功耗呢 会下降30% 那这些呢 数据呢 都是相当的漂亮 我想呢 包括像国际的像苹果呀等等 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手机供应商呢 那么一定呢 会向台积电去使用最先进的制程 当然很可惜 华为呢 他的手机呢 没有办法 对吧 由于美国的限制 哎 台积电不能给他代工 否则的话 那么华为手机呢 我想极有可能是第一个 向台积电下单最先进制程的这个企业 过去几年呢 都是这样 啊 那么可惜归可惜了 但是我们只能说 这个抱着这个遗憾呢 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啊 那么回到这里来看呢 就是说台积电呢 在下一代的这个制程 先进制程方面呢 依旧会使用所谓的这个 FIN FET的这个工艺 那么他的成熟度呢 也比较高 那根据了解呢 台积电3纳米的工厂将在这个 已经呢 在25号的时候呢 在台南的科学园区 举行了竣工仪式 那么他的基础设施呢 建设呢 已经完成了 那么后续呢 需要经过整个设备的安装 调试 还有一些市场的这些过程 那么台积电的董事长 刘德英就表示呢 当3纳米的新厂落成 并且进入量产 将成为全球最先进的 逻辑制程技术 也代表台积电将持续的成长 那么整个技术继续向前发展 就在台积电传出3纳米 取得这个突破的 好销的取得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三星电子呢 显然不甘 对吧 不甘示弱 那我怎么能落后呢 于是呢 也就对外放话 说准备在2022年 要量产3纳米的制程 那努力缩小于竞争对手 台积电的这个差距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彭博社 在11月18号的一个报道 就谈到呢 三星已经定下目标 在2022年量产3纳米芯片 那么三星电子 向它的下一代芯片投入呢 预计是1160亿美元的费用 哇 这个简直是贴文数字啊 你说对于新一代的制程芯片 投入1000多亿美元的 这个研发各种费用 那是相当的高 绝对不是一般的企业 能够搞得起的 那么就其中呢 包括像外部客户呢 这个制造芯片 那目前呢 三星呢 这个已经开始 大规模的量产 5纳米的芯片 并且呢 正在研发4纳米的工艺 可就在整个三星 奋力追赶台积电的 这个同时呢 我们看到台积电呢 也没有停下脚步 又开始 所谓的优势度重大突破 又搞了一个什么叫 2纳米的工艺 以取得重大突破 说实话呢 反正两边就放话 对吧 你喊5纳米 我喊4纳米 你喊3纳米 我就说 我3纳米也差不多了 明年量产 后年量产 那然后呢 这一边呢 又赶紧喊 我2纳米取得突破 反正就是这样 那么呢 台积电就声称呢 有望在2024年量产 2纳米的工艺 其实我看2024年还早 那么三星能不能 在此之前取得突破呢 也不好说 台积电还说呢 将进行1纳米的工艺的研究 那么以延续这个所谓的摩尔定律 那么台积电表示呢 2纳米的突破 将再次拉大 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等于说呢 跑得更快了 同时延续摩尔定律 继续进行1纳米的这个突破 那么台积电就预计呢 像苹果 高通 英伟达 AMD 这些大客户呢 有望率先采用 它的这个2纳米的工艺 台积电2纳米 将放弃沿用多年的 这个FIN FET工艺 也不计划采用三星的3纳米上面 所使用的GAAFET工艺 而是采用呢 叫做MBCFET工艺 所谓的名字呢 中文名字叫做多桥通道 通道这个场效应 晶体管工艺 那么这个技术呢 能够大大的改进 整个电路的控制 来降低它的漏电率 那么彭博社报道就指出呢 台积电每年花费 大概170亿美元 那么以确保自己的技术 和产能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 也是投入巨资来进行研发 至于三星呢 它的半导体部门计划 在2020年投入260亿美元 那但主要呢 是这个支持 占主导地位的内存的业务 而三星在内存制造方面的特长 也并不都与制造高级逻辑芯片 直接相关 它的处理器的制造 比内存呢 其实是更加的复杂 那么这个呢 是显然的 那产量呢 也更难控制 那么代工客户 需要定制的这些解决方案 这也对三星的快速扩张 造成了一个障碍 其实三星和台积电 为了先进制成 展开这样的肉搏战 特别是呢 聚焦在未来的5G呀 人工智能呀 物联网呀 这些产业的崛起呢 那么对于整个半导体的 芯片的需求呢 会进一步的大增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他们两个打了打去 也不是什么 这个新闻 对吧 那么这些年呢 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我们前面 介绍的内容里面 就是一会他怎么先进了 一会他怎么都要放话了 他又怎么样 他又怎么样 对吧 那只是说最新的一个情况呢 似乎有三星有这样一个动向 就是呢 要去联合艾斯密尔 要去搞点事情 也许如果我是艾斯密尔 我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会觉得台积电有点狂 就是说对吧 就是说如果说台积电 继续这样的大发展 那就意味着什么 未来的市场 苹果前面我们提到的 高通呀各种订单 全部都给了台积电 那么三星呢 慢慢的呢 可能会这个 他拿不到设备 产量也跟不上来 那么相应的投入呢 也会慢慢的变少 那如果离台积电的距离 越来越远的话 你想如果我是艾斯密尔 我会怎么样 我会觉得 我的客户变成了 最主要的只有一个台积电了 我会觉得有不安全感 这个很正常的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采购商 我要上我的上游采购 我通常情况下 我会向几家公司 叫订单 因为其中一家公司 未来因为价格 或者市场 或者其他因素 这个不行的话 那么我有其他 马上可以补齐订单 这是要做供应的安全 对不对 那如果我是一个供应商 如果我是一个卖货的 讲白了就是 我的客户只有一个 或者只有一个 是我的主要客户 其他客户都是小客户 那么占比都很小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 我的地价权 未来可能会跑到台积电手里去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怎么讲呢 它跟你有多先进的技术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就是一个市场呀 这个利益商业的一个博弈 对吧 如果说中国呢 跟中国供货呢 考虑到各种的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呀 中美科技政呀 各种因素之外的话 那么对于台积电而言 对于三星半导体而言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 这个政治地缘政治因素 基本上 从地缘政治小度来说的话 那么安斯美亚对他们呢 都是一视同仁的 那么如果有变化 那一定是商业因素 那么这个商业因素的话 就要看三星拿出多少的诚意 投多少的钱 要愿意付出多少的代战 为了获得未来先进制成的 进一步的突破 或者拿到更多的光刻机 其实这件事情里面的话 我认为恰恰是台积电 需要注意的 因为台积电这家公司呢 也还算是一个 这个专注于研发 对吧 但是在这种商业 商业的这种 讲白了就是玩音的 我跟你说 你未必玩得过三星 三星电子 对吧 在过去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 这样的新闻了 这样的例子 其实也很多了 包括跑去美国 搞污点证人呀等等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不展开 总归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一点 这一点是未来非常值得观察的 我们看到 其实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面呢 特别是美国的英特尔这家公司 在整个的工艺啊 技术的这个半导体进度方面呢 是非常的不给力 不理想 那么一再的延迟 搞不出来 从而呢 就使得这个台积电和三星呢 就奠定了 在业内呢 就是两强的这个地位 第三名远远被甩在身后 所以最近两年呢 三星和台积电呢 在更先进的芯片制程上呢 就是你追我我赶 那么竞争呢 就更加的激烈 三星自从进入到10纳米时代以后呢 其实它跟台积电的竞争呢 就处在一个下风了啊 那么如果拿到英特尔的大单呢 无疑这是一种振奋 可以进一步的增强 那么它今后与台积电竞争的底气和决心 总体来看呢 台积电的良率和稳定性方面呢 有明显的优势 为了提升竞争力呢 三星调整了晶圆代工的它的业务结构 而台积电呢 也在不断巩固自身的这个优势 那么所以就谈到了 今年的这个第三季度 全球经营代工的市场呢 台积电仍然这个将以过半 就是53.9%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 市场占有率称王 而且呢年成长的成长率高达21% 而三星呢则以17.4% 位居第二年成长率呢是4% 虽然比第一季度的18.8%略有下滑 但主要是出于它的这个Galaxy S20 销售状况不佳所导致的 如果下半年智能型手机市场 能够扳回一城 那么它的市占率呢 表现上依旧有机会紧咬台积电不放 尽管三星在短期之内 就难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但是有望从台积电手中呢 夺到一定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而梦回现实来看呢 三星先进制程的发展落后于台积电 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三星集团还有它的记忆体 所谓的存储芯片等等 这些部门需要发展 因此呢实际上分散了很多 它的研发的这个能力 研发的注意力 那么三星呢 因为并非如台积电 专精于晶圆代工这个产业 因此呢它的产能分配上 以及满足各种客户不同的 IC设计规格的需求上呢 那么三星就没有台积电 这样快速调整的这个能力和本事 讲白了台积电更加的专注 而三星作为一个IDM的半导体企业者呢 那么同时又身兼晶圆代工 若是有手机芯片IC设计业者 要来下单的话 难免会担心整个企业的商业机密 会被窃取 而这一点呢 正是这个三星的一个致命商 台积电呢也有所这个顾忌啊 并不是因为目前的制程进度上 有什么样的这个闪失 而是三星呢在后面紧追不舍啊 其实呢 这个也有一定的好处 总归呢有一个竞争者 对吧 跟在你后面 不能再追赶你 你这样才能跑得快 对吧 否则你就躺赢 那躺着躺着 也许就躺输了 是不是 那么最近一些年呢 三星一直在积极的投资 以扩大它的金元代工业务 并且表示要在2030年之前 要超越台积电 成为整个代工行业的领头羊 三星呢 要想在下一个十年时间里面 超越台积电来抢占第一的位置 其实说实话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不过呢 这个30年河东 30年河西啊 那么只能说 这是一个富有挑战的目标 而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呢 我想呢 还是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吧 这个谁也不敢说 谁就一定会赢或者是输 很多朋友关心半导体 其实呢 都是从中美科技战开始的 特别是中国企业华为 缺少芯片的困境 这个开始来关注中国的芯片产业 如何的自立 自强 如何的突围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仔细分析了华为 为了突破整个科技分锁 所做出的巨大的努力 包括出售旗下的荣耀手机 来换取现金流 并且帮助呢 荣耀品牌 还有它的供应商 来摆脱制裁的困境 以及呢 布局第二增长曲线 来开展 面向未来的汽车解决方案 还有要自建芯片工厂 来布局以鸿蒙系统 为核心的软件生态等等动作 但是摆在眼前的一个 必须回答的问题呢 就是华为的手机市场份额 能不能保得住呢 对吧 没有芯片 看来是很困难 那么以及呢 如果保不住的话 那么未来 谁最有机会来接手 华为的市场份额呢 那么今年呢 就是说 受到整个的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呢 这个美国禁令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那么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就呈现出了一个 大洗牌的这样一个态势 从2020年的三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销量来看呢 华为份额下跌的是非常明显 展望四季度呢 全球智能手机产量呢 也将呢 继续的这个增加 11月30号 最新的统计报告就显示 2020年第三季度的 全球智能手机销量 总计呢 是3.66亿部 相比于2019年的第三季度 下降了5.7% 从品牌方面来看呢 仅仅三星和小米 实现了一个正增长 涨幅呢分别是22.2% 和34.9% 所以小米的涨幅是相当的惊人 那么小米首次超越了苹果 位居全球第三 那么三星市场份额 22% 位居第一 华为市场份额 跌到14.1% 仍然排在第二 那么跌幅呢 达到了21.3% 跌幅非常大 那么苹果呢 是11.1% OPRA呢 是8.2% 位居呢 第四名 那么和第五名 由于美国商务部的禁令呢 华为在芯片的储备上 出现严重的不足 那么市场份额难免出现 大幅的下滑 同时呢 我们看到 华为对整个荣耀品牌的分拆 也对华为整体的销量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小米受益于华为 所空出来的市场空间 以及自身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获得了大幅的增长 那么它的这个势头呢 是相当的迅猛 2021年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看点 主要就是小米 OPPO Vivo等中国的这些 手机品牌 能否抢下华为留下的空间 这个市场份额 那么其中当然是以 主要就是小米为主 同样呢 我们看到 华为这个还有新荣耀 是否能够克服 众多不利的因素 止住下跌的这个势头 也值得关注 那么此外呢 受这条这个 受目前这个情况的影响呢 整条手机供应链 也会受到波及 那么更将改变 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格局 市场研究机构 这个吉邦科技 在12月2号 发表了一个报告呢 就预期 第四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将持续受到 华为静定的效应的影响 那么社会的各个品牌呢 仍然将维持一个 很高的这个 积极的生产 备料的模式 那么该季度呢 生产的总量 渴望达到了 3.51亿部手机 那么按照季度增长呢 是4% 那么受惠于整个 防疫松绑呀 还有整个的旺季 节假日呀 等等需求的带动呢 以及整个部分品牌 扩大生产目标 准备衔接 华为释放出来的 市场空间 等等这些情况 就推升了第三季度 智能手机生产 总量的这个提升 那么季度增加了 20% 达到了3.36亿部 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为了赢 近年来呢 为了这个 这个数据呢 是这个近年以来呢 单季度的最大涨幅 12月2号 我们看到小米集团 就宣布在港股呢 发行债券 以及配售股份 募资达到了这个40亿美元 那么融资方案落地 小米在公告中也指出 公司准备将所得到的 这些融资款项呢 是用于增加整个运营资金 还有它扩大业务 来投资 以这个增加主要的市场份额 投资战略生态系统等等 数据还显示呢 小米的交易是迄今为止 香港最大的一个股份配售 那么超过了中海油 在2006年集资的19亿美元 随着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升级呢 小米在中国和欧洲的市场份额 是不断的提升 那么今年以来 小米的股价已经累计上涨了120% 那么今年第三季度 小米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所占份额超过了苹果 位居第三名 小米最新的融资方案 将加速它的在海外的扩张 并从华为手中夺取市场份额 一名驻扎在台湾的行业分析师就补充说呢 小米将投资扩大它的销售渠道 用以吃掉华为的市场份额 那么这个情况呢 看来是持续的发展当中 另外呢 小米还在紧随苹果呀 华为的这个脚步 来开发更加完整的独立的产业链 包括呢 小米要投资 要设计自己的芯片 那么信用评级机构 目的呢 也预计 未来12个月到18个月 小米的营收还将同步增长15% 那么这个增长幅度呢 也是很大的 会增加到这个2750亿元人民币 这样的规模 随着小米招兵买马 这个包括融资 对吧 把粮草准备好 那么准备来备战 那么另外一边 华为的处境呢 就相当的困难 华为送别荣耀 是当前局势下的一个无奈之举 也是华为重压之下的一个断币自救 尽管有些不舍 却必须果断放下 用认证飞的话来说呢 华为虽然有信心 克服当前的困难 但是呢 不能因为自己受难 而连累别人 华为手机业务遍及全球 各级代理商 对吧 经销商分布在170个国家 如果问题迟迟不能够得到缓解 那么受此影响的失业的人群呢 将高达数百万人 而那些供应链同样要受到损失 预计的订单要取消 以及货物的积压等等呢 那么这些时间一长了呢 不要说发展 那么整个公司能不能生存下去 都是一个大问题 但现在呢 荣耀轻装上阵之后 可以迅速的恢复它的整个的生产 那么供应链呢 能够保得住 那么在保住原油中低端市场的同时 还可以来发展整个高端的市场 上下游合作伙伴的问题呢 也会迎刃而解 同样的呢 送别荣耀之后 华为一方面保留了部分智能手机的优质业务 那么另一方面呢 会集中精力来进行破局 从研发光刻机的专利 到筹备自建芯片工厂 再到入股多家半导体企业 那么加上呢 这个面向全球招募专业的人才 种种迹象都显示呢 华为准备把整个芯片产业链呢 都自己来玩 来做了 那要做到这些呢 除了投入海量的资源来进行拼命以外呢 没有其他的捷径可以走 那么出售优质资产业务的荣耀资产 将为华为带来非常可观的现金流 为华为在芯片上的公关提供弹药 那么与其呢 在手机市场上进退维股 不如果断放下 那么集中手上的资源 对芯片产业进行一个公关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任正非的这个格局呢 是非常的高 也非常值得敬佩 华为未来的重大任务 已经不是手机市场的占有率 而是中国科技界啊 去必须必须这个突围的一场大战 那就是半导体供应链的自主之战 华为是整个科技产业界的 科技产业界的一个代表性的这个企业 因此呢 如果华为能够突围 那么中国的其他高科技企业呢 就能够跟着华为一并走到新的高度 所以呢 整个任务和使命的改变也决定了 华为在未来成败与否 已经呢和手机业务无关 对此呢 这个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